天上战鹰驰骋 地上铁马奔腾 海上暂停呼啸 2024年11月12日 第15届中国航展在万众期待中如期而至 两年一度的航展 无疑已成为军民近距离接触 国内外顶尖武器装备的盛会 今年中国航展的悉心热点有很多 最热的话题包括与三款隐身战机齐聚珠海 国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 歼35A在本届航展公开亮相 俄罗斯空天军现役最先进的战机 苏-57强大的机动性能让人印象深刻 而我国明星战机歼20的表演 一如既往地引来振振欢呼 不过对于连续参加过三届航展的军民子萱来说 今年中国航展的最直接的感受 还是无人系统带来的强烈震撼 为了了解人民空军在装备无人化智能化方面的心动下 军民子萱首先找到了资深军民魏东旭老师作为向导 现在在航展现场的静态展示区停放着四架空军现役的无人机 东旭老师这四架也应该是比较新的了 那他们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两架主要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从这两架的外形和涂装来看 包括上面的这个标识 就是我们空军现役的新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那么新型的查打一体无人机进行公开展示 我认为是一种自信的一个表现 在现代战争中 无人机逐渐被视为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甚至被看作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之一 对于一支现代化军队来说 装备的无人机不仅需要数量 还需要遂行各种复杂任务的能力 新型查打一体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既可以看又可以打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两型查打一体无人机前端靠下的这个位置 它都是有光电设备的 对 有光电设备 它可以针对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 进行跟踪 搜索和这个瞄准 同样呢 针对海上的这个目标 也具备相同的这个侦察能力 既然说是这个查打一体无人机 那么在机翼下面 是可以就是加装这个挂架 比如说挂装一些反坦克导弹 甚至包括一些小尺寸小直径的 这种轻型的这个制导炸弹 那么也可以针对时间敏感性的这个目标 进行精准的火力攻击 所以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这种侦察的能力 或者说呢 这种快速的打击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查打一体无人机 还具备这种联网作战的能力 不仅可以把信息啊图像 回传给后方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控制方舱 或者说后方的指挥中心 甚至呢还可以和我们的 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 这也体现出我们空中作战力量 我们人民空军在体系化 信息化作战能力的提升和强化 极具创新性的无人机技术 不仅成为人民空军心智战斗力的象征 也是科技强军的众多成果之一 体现了我国在装备体系 信息化 智能化发展方面 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在本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内 一位重磅嘉宾 悄然出现在大众的事业中 这架无人机真的非常大了 对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航展的 这个展示区看到的九天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最大的这个特点 就是个头大 而且我们看它比一般的这个无人机 它的这个机身还粗壮一些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 最大的优势我认为呢有两点 第一点呢 它是可以作为无人轰炸机使用 所以我们看 所以它弹 对 在机翼下面 它大概是有四个 这每一侧机翼有四个挂架 也就是说呢 它两个机翼下面 可以挂装八枚大型的这个弹药 而且我们看这个弹药的种类 是非常齐全的 既有反舰导弹 也有这个超音速的导弹 还有制导炸弹 那么还有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应该是采用了这种 折叠弹翼设计理念的 对 不仅能够保证高速飞行 也可以最大程度的 去延伸它的这个打击距离 所以九天无人机呢 按照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 它的有效载荷 可以达到六吨 那么如果说执行这种 远程的对地火力打击 对海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 那么它就相当于一架 无人轰炸机 可以使用雷达设备 光学设备 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探测 然后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 就是去进行这种重火力的攻击 九天无人机 被外界视为本届航展 当之无愧的明星装备 它一星亮相 就获得国内外专业媒体的高度关注 凭借面面渠道的多任务舱 模块化设计 量身打造的 腋下机载武器设备挂载方案 九天对从信息支援 到火力打击的各类作战任务 均可高效完成 不过在魏东旭的讲解下 子轩才认识到 眼前的无人机设计中 还隐含着更深的玄机 而且我还认为呢 它本身也会成为一个飞行的航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看 它说这个风槽任务舱 那大家有很多的猜测 有人说这个风槽任务舱里面 有没有可能装很多小型的无人机 那么采取以大代小的方式 让它飞到更远的这个距离上 然后把大量的风巨无人机释放出来 那么它就相当于一个飞行航母 利用这种小型的这个无人机 针对更广阔的区域内进行侦查 然后呢也可以这个搜索目标 也可以这个攻击目标 那么叫它风潮 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风拥而上 设计的一个亮点 而且九天的这个标识 还是很有中国文化的这个特色 九天揽月性能优良 而大个头有大智慧 大个头有超强的火力 尚可九天揽月 这架被誉为无人空中航母的九天无人机 被广大军迷成为逆天的存在 也让军迷子萱领悟不少此前从未关注的 装备无人化发展新变化 九天无人机的模块化任务舱设计 无疑为无人机创新发展 开辟了又一条赛道 我现在在航展的动态演示区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三辆都是无人车辆 他们也是作为有人车辆的前岛 那这个区域呢 相当于是把战场可能遇到的复杂地形 都给微缩到一个较小的区域内 看那边有水坑 是模拟涉水的环境 这边呢有楼梯 是模拟城市作战的环境 那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坡 都是模拟了在战场可能遇到的复杂地形 那么像坦克啊装甲车呀 在这样的区域内进行动态演示 也是为了证明自身的机动效能 是完全符合战场的需要的 此时航展现场动态演示区内 一道由多款坦克装甲车辆组成的钢铁洪流 正从模拟各类战场环境的复杂地形上 挥持而过 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 在VT4 VT5等航展老朋友身影旁 又多出以无人扫雷车为代表的众多航展新星 当得知能够近距离观赏这几辆无人战斗车辆 军迷子轩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动态演出过后 在得到主办方许可后 他有机会可以进行近距离打卡 我现在之所以可以泰然自若地走在雷区 多亏了我旁边的这款多功能无人扫雷车 它在执行扫雷任务时的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五公里 它的使用主要是配合公民作战和装甲部队 来作为他们的先导车 你看这里 这有一个机械臂 可以在作战时来抓取一些卫包物 这个卫包物有多重呢 反正是比我重多了 那么它的出现呢 也可以大大的减少了战场上工兵的伤亡 眼前这辆动作敏捷 身手小线的无人扫雷车 即扫雷排爆功能于一体 既可以在地雷场里单车各自为战 又可以充当作战部队的开路先锋 大大提高了坦克装甲车辆分队的战场生存能力 而另一款无人车更是战场上无敌的存在 飞机有聊机 那您知道吗 坦克装甲车辆也有聊车 它就是 它是VUT5履带式无人车 它可以伴随向有人驾驶的VT4 VT5 作为他们的聊车 同时呢 它也可以代替士兵进行先期渗透 抵禁侦察 应急突袭等任务 它的火力呢 相当于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步兵战车 它可以打击作战区域内的有生力量和防御攻势 被誉为坦克装甲车辆无人聊车的 VUT5型轻型履带式无人地面作战平台 拥有多样化火力打击能力 和远距离侦察识别能力 无论是城市作战还是野外作战 都显得得心应手 让军迷子轩体会到了无人车辆 给未来战场带来的无限可能 随着智能化无人装备的发展 无人化被广泛运用到海陆空各类军种中 十年 五届 我们从未缺席 为您带来最新鲜 最有料的航展报道 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 军迷打卡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第一集 看看我现在在哪 我现在居然坐在了无人艇上 来看一下 我现在在的位置呢 就是此次航展的无人铁表演师 与以往历届航展不同的是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再放大招 将连州通用机场开设为航展第二战场 首次设置无人机 无人船演示区 EPP代表无人化发展世界先进水平的 高精尖展品云集于此各展所长 在现场 居民子萱又将有哪些新发现呢 这次来到这个无人艇的展区 就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让我前两届航展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无人艇的表演 而且这次看到他们表演还非常的精彩 对 因为上次的无人艇是一个地面的一个展示 对 如果在地面展示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把这种在水里的状态真实的还原 然后我们可以刚才看到这种在水里 做的各种的特技的动作 当然这些特技动作呢 相对来说它是有它的实用性的 比方它包抄去 比方说前面出现一个走私的一个走私艇 那么我们的这种警戒艇如何去包抄它 如何在一个高速转弯的时候 依旧保证对这种目标的捕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在这个水面的状态下 直观地看到这种情况 然后这种无人艇呢 我们也可以它可以执行多种多样不同的任务 这艘L30的无人艇我也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它刚刚在表演的时候实在是太出圈了 它做了这种像是甩尾在海上甩尾 这种漂移的很酷炫的动作 对 这证明它的动力性非常强 在水面的这种比较复杂 也有波浪的情况下 它还能完好地实现它的这种操控 证明它的后台的控制的系统 这种技术也非常强 在无人艇表演现场 无人艇编队集中展演 可谓是吸引足了在场所有军民的目光 其中一艘云州智能L30警戒巡逻无人艇 在约30万平方米掩饰水域中皮一波斩落 作为曾经在阿布扎比防务展吸引全球专业媒体 瞩目的明星装备 云州无人艇 具备精准锁定水上目标 高速追踪可遗传之的独门绝境 通过近距离观察 资深军迷萧宁 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然后我们也看到上面各种各样的装备 比如它最上面那个白色的那个 是一个海湿雷达 探测距离是五公里 就是五公里范围之内 如果出现了目标的情况 它会很快跟后方警联系 然后上面 下边一个那种蓝色玻璃的 那么一个装置圆圆的 就前面那块 那是它的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它探测主要是为了航行使用 另外下边还有一些全景的摄像头 强光照射灯 还有一些这些喇叭 这些喇叭可以喊话 对对对 就因为它是一个警戒巡逻艇 另外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光电的 这么一个探测装备 里边集成了可见光 集成了这种湖外的这种探测装置 就它可以在全天候的条件下 进行一个探测 那么这样一个警戒艇 就表明它的这种 可以在海上执行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警戒 警备这么一个任务 海上无人艇狼群纵横驰骋 无疑将国产无人艇出色的性能 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代战争新制战斗力生成 要求海陆空新型作战平台 具备自主作战所需要的智能 无人艇凭借独特的能力 在新西化时代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中 表现抢眼 掀起海军装备 甚至新海上作战模式 革新的新浪潮 而就在无人艇展区内 一艘首次公开亮相的无人作战艇 静静地停泊在岸边 这也成了两位军迷 来此的一大打卡目标 这个大型无人作战艇 虎静号应该是我们 无人艇展区的大明星了 也是我们静命朋友们 非常关注的 萧老师 您最关注它的点是哪个地方 我最关注的是 它是不是一款 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 这么一个舰艇 我们也看了一些资料 就这个艇 它是一个模块化的 一个开放结构 就是我如果在相对的位置 插入不同的载荷 比如它有船舱 我加入一些反潜的模块 或者它在它的导弹 发射的这个位置 我插入一些防空导弹 或者插入一些反潜导弹 或者插入一些反舰导弹 就用执行各种各样 不同的任务 那么这一型舰艇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么一个无人作战舰艇 军迷所关注的虎金号 是中国船舶集团研发的 一艘大型无人作战艇 它所具备的超强续航 高速隐身和自主作战能力 使其一问世便备受关注 虎金号不仅具备独立或伴随 有人水面舰艇编队 实施滨海甚至是远海作战 同时具备超视距火力打击 防空反导及搜钱 攻钱 等自主无人作战能力 艇上搭载的无人机 无人潜航器 可以让它实现多余立体作战 从防空 反舰到反潜 搜索 拥有强大多用途 多任务能力的虎金号 堪称一座浮动的海上堡垒 它的整体设计 自然是充满了科技感 未来感 我对它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它的形状真是太特别了 它采用了一个 中间是这样一个空的 它采用了一个三体船的 这么一个结构 三体船就是在航行的时候 它与水面的接触的面积 会非常小 如果与水面接触的面积 非常小的话呢 那么水对它的冲击 对它的阻力就会特别小 这时候如果它在采用一些 高速推进的一些发动机 这个时候在它高速海面航行的时候 就能获得一个比较高的速度 这就是它的一个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而且就是这一路走过来 我看到有很多小的这个无人艇 有些到这个这么大的无人艇的时候 我就开始特别好奇 它是怎么来进行这个无人的 其实在现在的船舶的这种使用方面 它的任何一个设备 比如说它的轮机舱 比如说它的这种航海的操作 都可以使用这种全自动化的这种操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有一套非常核心的装备 比如说它的一个指控中心 把它所有这种全自动化的操作 都集合在一块 那这种多种多种操作的方式 让它可以实现多种多样不同的作战任务 感觉这个虎金号怪不得是 我们军迷朋友们关注的 因为它实在就像一个白宝箱一样 就应有尽有 作为虎金号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目前世界上 仅有的几种类型 这种大型的无人作战店 其实本地行站我们可以看出 它端门辟出一块地方 来展示无人机和无人艇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是 在我们无人装备研制领域 一些非常先进的装备 那这个是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 这种无人装备的研发的水平 从无人艇高速穿浪 到万众瞩目的明星装备 第15届中国航展 无人机 无人船演示区的装备 无疑不让在场所有人感受到了 中国水上无人技术 与创新成果的魅力 可第二站区的精彩 却远不止于此 就在联州机场的上空 低空盘旋了几架天空骑士 傲视群雄 让两位军迷驻足良久 夏老师 我自认为我也算是个老航展人了 但是这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展区 能看到无人机的表演实在是太惊喜了 对 无人机也是我们普通观众 特别关注的一个展览的一个项目 因为无人机把它日常 我们生活也能接触得到 然后但是我们在这个展场 能看到很多不同样式的无人机 比方说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双尾蝎的腾顿的无人机 进行飞行表演 然后看到一些悬翼的无人机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特别小巧 特别微型的无人机也进行表演 很有意思 像现在身后这个 我觉得可能机器可能都拍不太出来 因为它太小了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战场侦察 或者说战场环境监测的这么一个无人机 其实今天看这个飞行表演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双尾蝎臂 对 因为看它起飞到飞行 就完全想象不到 这居然是个无人机 就感觉和有驾驶员驾驶的 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往年我倒也看到过这个双尾蝎 那今年的这个双尾蝎臂 有哪些升级呢 今年的双尾蝎臂 最重大的一个升级 就是它使用了一个高科技的材料 就是复合碳行威 这个复合碳行威 就是这种材料 它的硬度或者它的刚性非常高 然后也有一定的柔韧度 然后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特别轻 特别轻的话 如果我们应用到航空领域 像说比方它的机体是碳纤维的话 它飞起来就可以飞得特别的高 飞得特别的远 飞得特别的快 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它用相同的重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用碳纤维换下 换下合金材料 多出来的那部分重量 用来作为比方说我的载荷 比方说我可以多挂导弹 我可以多挂一些更加重的这种侦察的器材 很诧异啊 我们正常会觉得它这么轻 反倒是能载得更重了 一提到双尾蝎无人机 大家都会对其载荷挂赛能力 续航流空时间和自主作战智能化水平 暂不绝口 它每次在航展上亮相 都自然而然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而今年双尾蝎必行闪亮登场 无疑将会为我国无人作战体系建设 天砖加瓦 从铁翼飞旋到钢铁洪流 从翱翔九天到海上驰骋 这些大国重器 无一步标志着信息化 智能化 无人化时代的到来 在本届航展上 众多国产无人装备的集体亮相 让军民不仅看到了 引领潮流的独特理念 更感受到了面面俱到的通盘考虑 在当今军事科技领域 无人装备 正以排山倒海之势